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诸位法师 诸位同学 大家好 阿弥陀佛 今天有32个提问 我们依照顺序来解答 首先香港同修的提问 有五个问题 这五个问题都是一般道场 可以说是共同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 请问义工应如何护持道场 义工发心到道场来 目的就是护持道场 护持道场必须具备基本的条件 这个条件就是真正要认识道场 那么佛教道场 你对佛教有正确的认识 你才发心到这边做义工 来护持 如果对佛教不认识 恐怕不是护持道场 可能会对道场产生某一些伤害 自己并不知道 所以护持这个工作 绝对不是个简单事情 想到这点来帮帮忙 就是护持没有那么简单 在过去 古时候 众生有佛报 所以感到祝福菩萨 硬化到世界来 他们主要的就是来护持道场 学佛的同学 我相信你们也都听得很熟悉 佛门中常说 一佛出世 千佛拥护 一尊佛硬化到这个世界来 这个戏啊 一个人尝不好的 一定有很多配具啊 所以就有千尊佛来帮助他 所以护持道场 从道场里面的这个住持 当家这都是护持道场 就是他不是讲经说法 他是来做现在讲的做行政业务 通通通都是菩萨在来的 不是凡人的 所以他那个护持工作做得很好 也就是说 像学校当校长 当教育主任的 总务主任的 对于教育都非常内行 不是外行啊 那我们学知道 学校里面像这一些 这个管理的人员 多半都是以前 老师教了多年的书 他完全懂得了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 多少大学校长 你一问他的时候 他都是教授 教授出身的 他才知道教授需要什么 教授需要怎样护持 他知道吗 他是过来人吗 那我们不是过来人的时候 我们哪里知道 但是像义工呢 总要认识佛法 所以不是过来人啊 要接受 这里面 直四的指导 好像我们到这个 学校里面去做义工 你一定要接受校长 接受教务总务的指导 你就不会做错 你不接受 如果自己的意见去做的时候 那就恐怕会做很多错事情 会产生很多障碍 那学校有制度 他不让你做 你不听不接受指导的 他不让你做 在寺庙里面的情形 也应该是如此 寺院就是学校 不接受指导的时候 那是要扰乱的 这个是不可以的 应当要接受指导 那么这个 这个寺院里面 担任直四的 对佛教的时候 一定有相当的修养 所以现在 这个夜班 无论在家出家 对金教的修养啊 实在讲 已经是大幅度的降低了 所以很多事情 做得不经如法 红法就产生了 很多的困难 不想冲进 现在的红法工作 做得非常辛苦 没有人护持 这个道理 我们一定要懂 没有人护持 也要做 为什么呢 不做没有人做 众生太苦 那么如果要减少障碍呢 我相信 我们的佛教啊 逐渐会去向 传媒 那就可以不必要 用讲堂了 也就不必要 用这些 这么多工作人员 搞什么呢 搞电视台 很小型的就够了 真正搞电视台 是我们这个场所的时候 一层楼就行了 就这么大的一层就够了 再用不住底下的两层 用不住 那么这个里面有工作人员 我们讲经同时落下 同时就上网就播出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道场 因为从各个地方来的同修很多 所以当地的香港同修 他们很难得 他们在家里面收看电视 收看网络 所以就很少到这个地方来 这是个很好的现象 那么我们的网络呢 那么我们的网络呢 明年的时候重新换 换新的 换最新的 现在我们的这个 这个网络宽屏还不够快 大概的时候 有500人收看的时候 就觉得很涌极了 再多的时候 他就看不到了 所以叫色彻的现象 那么新式的这个 新的这个 宽屏的网络电视 那个情形跟这个相反 看的人越多 他越清楚 越多越好 所以这个技术 真的是进步得很快 所以以后呢 还有一个方便 宽敬电视 他们拿到此地来 给我试验 给我看 这个接收的 就像我接收器 就像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电视机 那电视机多大 恐怕还没有这张纸这么大 还没有这么大 比这个还要小 比这个还要小一点 可以放在口袋 随时打开 都可以收看 无论在什么地方 你想看的时候 播到这个频道 你就收到 所以将来的电视 真的是非常进步 我们看到这个 拿来展示给我看的时候 真是 所以是一阵一喜 一阵一忧 洗的时候呢 我们要用红发 用这种手段 说好啊 忧的时候 那个电视台 就乱七八糟东西 就装在你口袋里 你什么时候都被染污啊 这个太可怕了 这是真的不是假的 所以以后就普遍化了 二十四小时都可以能够接受 所以我们一定要利用这个高科技 把佛法的传播 希望的是 二十四小时 我们都能播放这整法 这个成本呢 比现在的卫星电视 要便宜很多 卫星住下 这个租卫星很贵的 最将来这个不必要了 成本大幅度的降低 非常方便 戴在口袋里 你就不必到这儿坐到 你到外面去 拿个大树底下 晨凉的时候 风景好的地方 你就可以坐在那里 一面欣赏风景 是一面来听经啊 赏课啊 这个就是 这个现代人呢 真正想学 就有这个福分 有这种级别 所以这个违约 护持道场的事情 就相当不容易 那等将来 学佛的人多了 懂得佛法的人多了 那护持就没问题了 第二个问题 老法师曾说 佛法注视 关键在于护法 而非红法 请问词语应做或理解 这个话我说过很多次 佛法注视 佛法注视 最重要的是后知 所以 世贞当年在世 入班涅槃的时候 把护持佛法这种 事情呢 交给过往大臣 不是交给一般人 那么我们从历史上看 我们从历史上看 过往的历史上看 过往是皇上是佛门的总护法了 所以佛法在中国这么样的训练 道理就在此地下 道理就在此地下 皇上归依佛法 他也拜老师 那么他的老师就成为过世 所以是皇上提倡上行下效 这个佛法的推展 佛陀教育的推展 超过了儒家 主持儒家的教学 是礼部上述 等于现在我们的教育部部长 部长推动儒家教育 或是皇上推动佛陀教育 一般人民还是尊敬皇上 对一部尚书看的比较淡一点 所以佛的寺 佛的道场 比儒就多得太多 那么有护法才有后法 你比如说建学校 建立这个道场 这个道场的学校里面 一定有校长 有总务 有教务 有殉道 那么这个名词 在佛门里面 校长就是主持 方丈 教务呢 叫首座 总务呢 我们通常讲当家司 建院 他管总务 管殉道呢 为诺 所以设计上的是 职务跟学校是完全相同 所以你从这里看 你就晓得 寺院丛林 它是学校 那么寺院的建筑 里面供奉的是佛菩萨形象 那是一种艺术 这就是 在早年的时候 佛教是 把教学跟艺术 结合在一起 好像我们现在学校 跟博物馆 结合在一起一样 是用这种方法来教学 让你从一切设施 把雕塑 音乐 美术 这些艺术 给你启示 它是这个意思 绝对不是神 不可以把它当神明看待 那你就错了 你想我们这个后面 供奉这三尊佛像 那么这个三尊佛像是 当中是 释迦牟尼佛 两旁边的 一边是阿弥陀佛 一边是皮诺侦娜佛 那我们这叫华严精 那么一般有道场供养的时候 这个一边是阿弥陀佛 一边是药丝如来 那好像是药丝佛了 管治病的 这个阿弥陀佛呢 是借缘我生的 这个呢 他想到这种意思了 那我们的道场呢 是讲华严精的 所以说这个供奉就不一样了 那么它代表什么意思呢 让你看到 释迦牟尼佛 你就想到他的名号的意思 释迦是什么人词 那摩尼是清净 所以释迦牟尼佛在这个世间教导我们 叫什么呢 我们这个世间的人没有慈悲心 自私自意 所以教我们要慈悲 要仁慈 这个心呢 这个心呢 量无言中 所以佛名号里头有清净 换一句话说 对自己要清净 对别人要仁慈 释迦牟尼就是这个意思 你念这句佛号 你就要想到 我对人呢 要仁慈 对自己要清净 这个是他教育的总纲理 那么阿弥陀佛 这个名号表示 阿是无的意思 弥陀是量 佛是智慧 是求无 无量的智慧 无量的智慧 绝而不敏 是表着这个意思 那华严经里面的 毗诺侦娜 毗诺侦娜佛 它代表整个宇宙 毗诺侦娜的 它是凡语 它的意思是 变一切时 变一切处 时是时间 处是空间 就是变时变处 无所不在 你把这三个喝起来 什么东西无所不在 智慧无所不在 人死无所不在 亲近无所不在 这就圆满了 它表着个意思 你要懂得 你一看 你就明白了 不要说了 所以用这个提醒自己 它是 这个供供佛像 真正的意义 是在此地 那么供佛 供居里面 最简单的 就是一杯水 尤其像我们 现在这个生活环境 住在这个高楼里面 空间都不大 所以这个香就 烧香就少了 为什么呢 燃污空气 香烧太多的时候 空气污染不好 而且这个烟会熏得很黑 所以通常呢 我们就把烧香 散掉了 顶多一天 烧一只香 就够了 表示一点意思 水要够 水代表什么 水代表心 看到这杯水 我们的心 要像水一样干净 没有污染 清净性 要像水一样的平等 所以水代表 清净性 平等性 不要这个意思 绝对不是 供养佛 给他喝的 他不需要 是让我们看到 这杯水 想到常常要保持 清净平等性 你是这个意思都好 全都是教育 教学 我们不能把它搞错了 要供花 花代表音 你看植物 先开花 后借骨 花好 这音好 果一定好 这就是 你要带好的果报 你要种好音 你要多做好事 他让你看到 就会想到这个 那音不好 果就不好 那音果一定是相应 所以 供花 供果 就是一个代表音 一个代表供 供灯 从前供点蜡烛 现在点蜡烛也是这样 蜡烛是燃烧自己 照耀别人 这就是义工 牺牲自己 为大众服务 你看这个意思多好 那么灯烛都是象征着光明 光明是智慧 所以这些道理不能不懂 所以里面一丝毫迷信都有 但是现在人不懂的这个意思 通通附会于迷信 所以佛教变成宗教 它本来是教育 乳是道 通通都是教育 恒不幸的 现在变成宗教 迷了就是宗教 觉悟了就是教育 要懂得这个意思 所以 这个护法了 你要是不懂佛法的时候 你就做不到护法 一定要懂 懂得是怎么懂呢 一定要多读经 要多学习 那么有听经这个语言的时候 一定要多听 听多了 你就觉悟了 你是明白的 听了几年经之后 你自己再读经研究就不困难了 这个听经是带到大家 让大家熟悉之后 你自己就可以学习 可以研究了 经典非常丰富 所以像我们这个道场 如果没有护持的 我们虽然想讲经 这个教学没有长所 你就想到这个护持功德多大 一个学校办得很好 政府奖励 也得是奖励校长 不会去奖励教员 办得不好的时候 惩罚 一定惩罚校长 也不 与校教员无关 与校教员无关 洪法是教员的 讲经教学是教员的 主持道场 主持里面的教务 训导这些工作人员 他们非常重要 这个不能不知道 所以 洪护的关系 要清楚 那么就是 洪护法的人 一定是懂得护法 不懂就没法 是护持 第三个问题 许多义工到道场来佛物 目的在于赔福 而不想学福 也不想学弟子规 于是很容易看到 别人的过时 自身是非 请劳法斯开始 这个 到道场来陪福 好事情 真的 这个世间做大官 罚大财的 都是前生在道场 陪的福报 要不然他哪有那么大的福报 可是陪福 你看我们的讲经书讲道 我们讲到这个福德于功德 陪福 在菩萨所修的 这个六个条目当中 不失是赔福 持戒是赔福 忍辱是赔福 精进是赔福 没有禅定薄弱 这是赔福 有了禅定薄弱呢 这个前面四项是功德 不是福 没有禅定 没有这个薄弱 只有前四 前面四样 才能赔得来福 那么你到道场来赔福 你有没有做到这四样 这四样没有做到 到道场不是来赔福 是来造业的 那你的果报的时候 不是佛报 你的果报是三土 是苦报 这个大家也知道 所以你既然想来赔福的时候 你要懂得这四条 四条少一条都不行 同一个 你来做义工 你是内财不实 你到这边来服务 来照顾大众 第二个呢 持戒 你守法 这里道场的规矩 你也没遵守 你要不遵守的时候 那你不实来赔福 一定要守规矩 第三个 忍辱 看到别人有过失 不要放在心上 如果看到别人不对 就批评 这个错误了 那你怎么能跟人家 活目相处 人家自己做的 到底是对是不对 很多你自己并不知道 所以你这个做不到 进步是要把这个道场的形象 这个道场的影响 要向上提升 实时向上提升 你才有福啊 如果你做得不如法 这个道场的形象啊 破坏了 形象的时候往下坠落了 你有罪啊 你哪来的福呢 所以这是不能不知道的 一般道场 做义工啊 犯到这些毛病 机会很多 所以不到道场来 没死 到道场来说 反而在这边造业 这是不能不知道的 修净土的人 师尊教导我们 必须遵守 两庄事情啊 以戒为死 以苦为死 能持戒 能持苦 真正法愿 求生净土 才能得胜 道义能不能成就 关键在任务 在金刚经上说得很清楚 一切法得成于人 你不能忍辱 就不能成就 能忍 你有多大的耐心 你就有多大的成就 我们也看到 有一些义工 是很难得 他看到这里 有一些人不太如法 看到心里很难过 不来了 他也不批评 不说话 不来了 那么这样的态度 是对还是不对呢 不能说不对 也不能说完全对 为什么呢 不能忍辱嘛 不来了 这个学会的机会 就没有了嘛 你是那窥吃多大 人跟人当中有个 有这个看不顺眼 那个看不顺眼 没有想想 为什么 我看他不顺眼 为什么他看我不顺眼 总有原因嘛 这个原因 如果不是经事的 肯定是过去深重的 过去深重 我看他不顺眼 今天他看到我就不顺眼 一抱还一抱吧 真正说佛 能忍 能把这个节化解 他看我不顺眼 我对他格外恭敬 他对我批评 我一句话不回答 只念阿弥陀佛 接受 时间久了 慢慢的时候 这个问题就化解了 如果说看不顺眼 算了 我不来了 这个节还放在来 后世再遇到的时候 还是要报的 深深事实 不能避免的 这个道理要懂 真正会学佛的 佛门的叫善学 会学佛的人 没有别的 就是化解 愚言家一节不一节 不给人节远处 碰到有愚言节的时候 要想办法化解 化解最重要的 自己内心不给人对立 他给我对立 我不跟他对立 这样才能化解 他亲见我 我尊重他 时间久了 这个愚言就去解掉了 可不能对立 可不能运恨 不能报复 他对我怎么样 我要对他怎么样 那就糟了 那这个愚言 愈结愈深 生生世世都解不开 那就很麻烦 去学佛的人 不给人节远处 瞬间 不要回避 修行就在这里修 把自己的心 在境界里面修平了 自己的能学 磨光了 磨圆了 你就成功了 你要离开这个境界 到哪里去修去 没地方修啊 人事环境是最好修行的 也是最快速的 成就最快速的 那么这些道理 一定要懂 懂你不听经 你就不懂 随着很多座义工的 我在这个道场 说过多少次 希望我们的职工 职员跟义工 一定要听经 一定要听经 一工每天听经两小时 我们的职员 至少要听经四小时 为什么呢 因为你们护持道场 你自己对佛法要不懂 完全依照你自己的 分别执着 来处理道场的思路 跟佛法不相应 所以常常要想 佛是怎样待人 佛是怎么处事 佛是怎样化解问题 要常常想 要常常学习 我们自己才能不断地 向上提升 佛法的形象 要年年都要有进步 那这样功德就无量了 佛教形象在社会上好 社会上对于佛教的误会 那就越来越能够化解 那么对佛尊重的人 这个敬仰的人 学习的人越来越多 那你真正做得来处防 这是真正护持佛法 那么讲到直接 弟子归是基本的一条 不管你想不想学习 都要学习 弟子归是学习做人的 那你不想学习呢 换句话说 我不想做人了 你就可以不要学弟子归 不想做人做什么呢 做畜生 做卧鬼 做地狱 那你就不要学弟子归 你说弟子归重不重要 那我们这个道场提倡弟子归 怎么能不学呢 最重要一下 以后我在这想 不想学弟子归 就是不想做人 提醒大家 弟子归是做人的 不是做佛的 那我们最近讲的 文殊菩萨是波罗密 普贤菩萨是大愿望 那是做佛的 你要学那个 他是做佛的 学弟子归是做人的 学这个感应篇呢 是一个明白因果的人 真正明白因果的人 确实这个诗 是要写几个字挂在外面 底下一个问题 道场负责人 劝导义工应学佛 学弟子归 但义工感到不喜欢而离开道场 应怎么办 那就随他去 横顺众生 随喜功的 就刚才讲了 他不愿意学弟子归 他不愿意学做人 没什么办法的 这个无可奈何理 所以要学佛菩萨 佛菩萨大慈大悲 横顺众生 随喜功德 你愿意学畜生 你去做畜生 愿意做恶鬼 你去做恶鬼 那佛不障碍 佛不障碍你 你愿意干什么都可以 等到你哪一天 干得觉得太苦了 要想求救了 佛菩萨还是来救你 这慈悲到极处 这个是应当向佛学习 底下一个问题 他居弟子所知 天人的天福若详尽 还需堕落 而往生西方的众生 则是无量守候 不退传 这是真的 这是正确的 但又听说 天主教 基督教 于回教之天堂 与阿弥陀佛 极乐过途之境界 完全相同 请问 亦这是天福享尽 还是堕落 亦这是无量寿 不退转 如何相同 这种说法 是否别有用意 天堂太多了 太多了 有一些天堂 跟极乐世界 跟华藏世界 差不多 但是不同的呢 真的 一个是无量寿 一个是有寿命 那这个是真的 不是假的 你像我们人间 人间在从前 帝王那个皇宫里面 跟天堂 真的 没什么差别 有些天人下来看到 哎呀 比天上还要殊胜 超过 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是真的 这个不是假的 为什么 佛报大王 这是佛报 可是当时 寿命 被不相当 你看有些 中国这些 历代的帝王 有些帝王 寿命的时候 做了不到十年 就过世了 十年还是长的 哎 有两三年 他只有这么 这么大的寿命 大概在这个 帝王里的寿命 最长的 在秦秦 就是秦隆 秦隆就是 秦隆就是最长 做六十年皇帝 做四年的太山皇 这个在历史上 很少见到的 这是秦僧修的 大福报 这是秦僧修的 圣是帝王 真是想福 开过的帝王 很辛苦 那是祂的祖宗 他想福 想现成的 所以就修点大福报 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 就是每一个宗教 就是每一个宗教都有天堂 过有过的天堂 天堂中等 天堂里面的佛报 不相同 这个里头确确实实 只有极乐世界是无量寿 那么其他的这个天堂里面 也讲永生 只是寿命长 而不是真地永生 真地永生 有理论 什么叫真地永生 人要把妄想分别执着 断掉了 就是永生 那我们问 他那个天堂里面 有没有妄想分别执着 统统断掉 那还没有断掉 未断掉就不是永生 这个道理要懂 这是佛经文讲的最透彻 因为妄想分别执着 断掉了 你本来是佛 那么所谐的这个环境 你的生活环境 就是极乐世界 就是华杂世界 只要你把这三个放下 那么这个是其他宗教里面 没有说 说的不同 那个中国传统 祖宗传统所讲的 人性本善 讲得很笼统 那本善的标准 到底是到什么程度 不知道 只说了人性本善 佛经讲得像喜爱 讲得透彻 那么儒教我们 戒之欲望 没有断欲 你别理解 欲不可诈 欲不可重 只是讲到这个地方 没断 那在佛法里面讲的是 那他就天堂在那里 欲解天 欲没断 所以他是欲解天 曾经有人告诉我 孔子在陶陵天 我听了之后 我也相信 又是看他那个层次 是欲解天 往上去 那修清净心 那是肯定 色解天 再往上去 像老子所说的 我有大欢 我有神 神都不要了 无色解天 没出三界 没出三界 出三界才争阿罗汉国 所以这些是 理根思 我们通通明白了 那你一听就想理 这个层次不相同 那么这些年来 我们接触 许许多多的宗教 我们应该用 什么样方式 来对待 平等 宗教才能团结吗 教义上能不能达到平等呢 能 不是不能 他们现在就讲的是 讲这个教义的时候 讲到了一界天 色界天 无色界天 所以我鼓励 宗教徒 互相学习 这样就好啊 我们学他 他也学佛的 这样就把它提升了 把他的天堂提升了 天堂可以改变的 这个要懂得了 怎么改变法呢 你能把妄想分别 这方向就改变了 你看阿罗汉的天堂 这是放下了知诸 没有知诸 阿罗汉天堂 那么再放下的分别 菩萨的天堂 再放下妄想呢 祝佛的天堂 不一样啊 所以他要明白这个道理 他尽量把这个东西 这个障碍 放下 学掉 他不就生了吗 所以他的天堂可以提升 方便当中有真实 真实里面有方便 真实跟方便不二了 要懂这个道理 所以我们接触的之后 都非常欢喜 皆大欢喜 我们对他很尊重 他们这天堂虽然不高 我们今天还去不了了 是不是 去不了了 这个道理不能不知道啊 必须要提升到 他的那个道德标准 你才能进入在天堂 所以我跟一些基督教朋友谈了 那个上帝的天堂 我们不是基督教徒 我可以去 那都 你凭什么 凭上帝所讲的 上帝爱世人 我是世人吗 神爱世人 我是世人 你看 我又爱上帝 又爱世人 那上帝怎么会不喜欢我 喜欢我当然可以去 我说你呢 你未必 奇怪了 我说你爱上帝不爱世人 那肯定 那肯定上帝喜欢我 不喜欢你 所以必须把上帝的爱 在我们自己身上发挥 我们代表上帝去爱一些世人 上帝就鼓掌欢迎你到我天堂 人同此心 心同此礼 这肯定的 我要是上帝 我一定是 你能接受的 借在大众的话 我相信上帝比我高明 我比不上他 肯定他欢迎了 爱上帝 又爱世人 如果单爱上帝 不爱世人 上帝看来会摇头 摇头会叹息 这个道理 要懂 下面是中国同学提的问题 这总共有13个问题 第一个 我们是专修进土 专听老法师讲经的念佛道场 但是最近有一批居士来词 不禁念佛堂念佛 专告神通感应 逢人就开世 自称已突破睡眠观 已得到 于是道场对这些人 予以千担处置 但他们在外处处回谤道场 请老法师开始 这两个问题 第一 对这些参学者应如何处置 这个签单正确 这个处置是正确的 就是劝他们离开 告诉他们 祖师常讲一句话 临动千江水 不动到人心 这个地方是专修进宗的道场 不能掺杂其他方 这个只有专 才能成就 如果您这个道理都不懂 他没有开悟 他没有得到 这是很明显的 你真的开悟了 真的得到了 你到这个道场来 一定是跟大家一起念佛 你是真的 我说 你看这些众生 念佛的根基 祝福菩萨 硬化在世界 都是应激说法 不是把自己东西介绍给别人 不是 众生要什么就给他收 绝对不是说 我有什么好东西 再好的东西 你不要也不给你 为什么呢 你不喜欢吗 你们小孩 两三岁小孩 你拿个苹果 他很喜欢 他要 你这时候拿一个黄金 他不要 真的没用处 他要这个 你给他这个吧 你给他黄金不要吧 这个道理也懂 所以佛是观机 应激说法 他既然不懂得观机 他没有证明 他没有得到 他也没有开悟 什么破睡眠观 你叫他 你看住他 我们派人轮流看他 看他晚上睡不睡觉 我们看他一百天 看看他是不是真的是假的 就是破了睡眠观 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我们这个东北的 我们东北新龙寺的常会法寺 听说已经有一年多不睡觉了 那是真的不是假的 真的有人天天晚上坐在那看 他真的没睡觉 一年多了 没什么了不起 你问我常会发觉 他有没有觉得什么了不起 没有 这个叫真真有道性 这是我们要知道的 应该要劝他离开 第二个是 如何建立道场归约 避免类似情形发生 是要立归约 道场有归约 专修拿一门 一定要尊重 尊重别人 就是尊重自己 这个一定要他知道 凡是这些人说老实话 他没有学过 所以也不能怪他 也不要责备他 好好地劝导他就好了 如果真正有老师教过的 不会干出这个事情来 我们学府 早年是跟李老师学教 李老师就教过我们 到别人的道场去参许 或者去参观 应该用什么态度 第一个 要尊重别人所修的法门 第二个 要尊重他们领导的老师 第三个呢 要鼓励他们修学的同学 阵长道义 这是真法 如果你要是轻慢他 或者把我们自己的东西介绍去 你只要破坏 给别人道场 这个我们学过的 所以说从这里看的时候 就是这些人的时候 他没学过 他的老师没教过 这是决定错误的 这是决定错误的 一个真正如法的老师 对学生 没有不教导的 否则的话 你学生出去到外面去 那丢人了 那丢老师的人啊 人家会问你 这个老师怎么教的 怎么会教出这种学生出来 所以我在三十年前 第一次到香港家里 那一次住香港 住了四个月 很长的时间 将能引进 香港大雨山的圣意发誓 天天来听进 听了大概有五天 非常难得回去 鼓励他的信徒 一定约到借行街 就听讲 那么又请我去参观 他就到城 他是修展 宝林寺 在这个宝林寺的后面 那个时候没有 现在我不知道了 很久没去过了 没有路 要走路进去 走半个小时 这个车了 只能到宝林 到宝林啊 要走半个钟里 很难得 你不愿意走路的时候 你就不要去 其实环境很清净 禅堂里面 那个时候 有四十多个人坐着 很有规矩 这个我一生当中 看到道场 这样如法的道场 吸引我 未见过我 我非常赞叹 神仪法师 请我到禅堂讲开始 我也不是禅堂的人 好在老师过去教了这个秘诀 所以还有几句口头传 所以我们就赞叹禅的法门 那么我过去讲过六座谈经 讲过金刚琴 讲过勇家禅寺的正道歌 所以还有一些可图传 懂得一些 我们赞叹了 赞叹神仪法师 这是一个真正善知识 赞叹大众在这里 认真修训 我们自己进度是一字不提 规矩嘛 你不能破坏道场嘛 你得赞叹道场 让道场修行人 对老师 对法门更有信心 这是正确的 那怎么可以破坏人呢 没这种道理 那是不懂规矩 那我们离开 宝林的时候 在路上 跟我去的一些几个人 就问我 他说金刚发师 你那么赞叹禅 你为什么不去修禅 你为什么要修进度了 我就告诉他了 禅是上上根人的 我不如他了 他们有这个根心来修 我不信 我是中下根心的人 我只有鸟目 只有赞叹而已 还是会说老师念佛 求神进度 比较可靠一点 我说你们如果上上根 就根 是你法师 如果是下下根 那就到我这儿来 是不是 我觉得这是规矩 规矩不能不同 否则的话 你真是去破坏道场 造无量无边的罪业 那就错了 第二个问题 道场来了一位 精神有严重问题的出现人 前段时间 蓄意严重的破坏常住物 我们将他送入医院治疗 但道场内 目前有一些专搞神通感应的人 提名要让他做当家 请问老法师 这些人这样做是否如法 这个问题不应该问我 要问谁呢 要问当地的 这是中国了 当地的宗教区 主管机关 要问当地的 这个佛教协会 他们是懂得活化的 应该让他们来处理 我们是这个海外出家人 不可以干涉 这个国内佛法的 这个内政 不可以干涉 要问他们 他们会跟你解释 第三个问题的 念佛堂坚持一句佛号念到底 其他道场 就有许多出家人 对此提出 回报谩骂 侮辱我们 说念一句佛号 能成佛吗 请老法师开始 念一句佛号能成佛了 在近代的例子很多 你看看 引诚回忆录 谈虚老法师的专辑 这个军令我们不远 谈老法师 他给我们说了一个故事 是他的四兄弟 就是他是 地先老和尚的学生 地先老和尚有个 过路匠的土地 这个故事 我相信香港人很熟悉 为什么呢 谈老在香港讲了好多遍 我这个故事从这边听到的 这个人就是一句佛号 什么都不懂 做过路匠 很苦的一种 一个月中生活方式 太苦了 那么这个人小时候 跟谈虚法师是同乡 而且是同一个村庄长大的 所以小孩的时候 就是在一块玩法的 儿童的时候就是朋友 那么以后 谈老出家了 他没有受过教育 没有念过书 不认识字 就学了过路匠这个手艺 过了很苦的生活 那么到四十多岁 感觉到人生太痛苦了 所以看到这个 这个小时候 这个朋友出家还不错 就找到他庙里 一定要想跟他出家 谈老就告诉他 他说你年岁太大了 你出家不行 出家的时候 五堂功课 你都做不了 你怎么能出家 怎么能过出家的生活 又不认识字 而书经教的时候 你也不可能 所以劝他回去 他就死赖出兵 非出家不哭 不出家也不回去了 就赖到老伙子 没办法 最后跟他提出个条件 他说那我有个条件 你能答应 我就收你 你不答应就算了 他说你提什么答应 条件我都答应 他说好 我跟你提出 你完全听我的话 这个没问题 我认你做师傅 我当然听你的 老伙子给他提出 在林波乡下了 找一个小庙 庙了 废弃了 没人住了 就破庙 让他住在里面 一个人住在里面 就教他一句 南无阿弥陀佛 他说你去念这个 没事的去念 念累了就休息 休息好了就再念 将来一定有好处 他是真挺狂 就念这么一句 阿弥陀佛 老法师在附近 找了一个学佛的老太太 每一天给他烧两顿饭 中午晚上 烧两顿饭 给他吃 帮他洗洗衣服 照顾他 早餐他自己的料理 三年了 人家就欲知实至 往生了 站着往生的 一句话 你应该不是成功了吗 站着往生的 这个老太太是看到这个法师 她这个往生前 前一天 往生前一天 她到城里 到林伯城里 看看她的朋友 回来之后 告诉我老太太 明天不要替我烧饭 老太太我不知道 以为明天一定 她到城里去了 三年都没有出门 到城里去看朋友 大概明天一定有人请她吃饭 可能是吧 所以到第二天中午来看看 她是不是出去 请她吃饭去 到庙里一看 这个看到站在里 叫她一不打印 走到面前一看死了 站着死的 从来没见过 人是站着死的 所以就找了一些 学佛的这些同学们 大家赶紧到观众寺 去报信 那个时候走路 没有交通工具 头一天去 第二天回来 来回三天 所以回来的时候 第一天老后人回来 也看的时候 已经站了三天 第一天非常赞叹 你真地成就了 说是名山 方丈住持 讲经受罚的法师 没有人比得了你 六字鸿鸣 南无阿弥陀佛 他怎么能成就 他什么都发现了 对这个世界毫无留念 所以不难 往生哪有那么困难 问题就是你不肯干 又想往生 又捨不得你 这个世界 那怎么行呢 这个良辙不能兼得了 你看这个是 一句佛号 那另外就去年 我们深圳 向小离了个小大厂 黄中昌去死 三十多岁 他发心了 试试看 听说三年可以往生 他说我就念三年佛 看看行不行 来给大家做个样子 闭关三年 这个这个向小离护持 三年直语 不说话 他不跟人说话 别人也不敢跟他说话 三年 结果是两年十个月 还差两个月 满三年 他预知实际 往生了 没生病 往生的瑞相非常好 留下的血力 他还有一篇文字 劝大家 直语的好处 这个是他的新的 那这是给我们做出证明了 确确实实 真的一想 想求生尽头的话 就三年就够了 那么早年 这个大概从四十多年前 佛光山刚刚开山的时候 我在山上教授 他办新军法社 办个佛学院 请我去做教育主任 佛光山上有个长工 常年在佛光山做工的 他告诉我们一段事情 他是附近的 一个乡下人 他说他们的邻居 有一个老太太 念佛三年 站着往生 他说真的 一点都不假 亲眼看到 他劝我们念佛 亲眼看到 他这个老太太 平常为人非常好 很善良 很慈悲 但是呢 对佛法不了解 见到神都拜 都是菩萨 徒弟也是菩萨 春花也是菩萨 非常善良 但是三年前 他娶了个媳妇 媳妇懂得佛法 就劝他不要到处外 家里面供媳妇三身 是个小佛兰 每一天在家拜佛念佛 这个老太太很有善根 听媳妇的话 就这样念 念到三年 他往生的时候也没有告诉他家人 大概是怕家人扰乱 晚上吃完饭的时候 告诉他家里人 他说我洗个澡 你们先吃饭 不要到处 儿子媳妇一家人吃饭 吃完还没有吃饭 等他 很孝顺 儿孙都很孝顺 等他 等了很久 还没有出来 所以就看看 看看 于是真的 他洗过澡 换了衣服 叫他也没人答应 结果到他佛堂 结果他是穿上海裙 站在佛 拿着念珠 站在佛的面前 叫他也不答应 仔细一看 往生 你看那么短的一个时间 他就走了 没有干扰 真的不是假的 将军乡 台南将军乡 我在前些年的时候 大概是十年前的样子 我到南部 他们请我去讲演 我提到这段事情 听众里面还有几个人知道 这是真的 没错 一句佛好啊 真正求生净土啊 加别的东西就加杂了 就把你搞乱了 这句佛好真灵啊 你得要真相信 无量无边的功德了 不可思议 第四个问题 说平时没学佛 灵命中时遇到善知识 才发行寿三规 是否可以 可以 一生没学佛 我们在美国 在这个美国的首都 华盛顿低西 遇到了一个例子 这个人叫周广大 周朝的周 广东的广 大小的大 叫周广大 他在那边 做了一个 开了一个面包店 声音也词得不错 特地是爱着 那么看过很多医生的时候 都放弃 认为他 寿命活不了多久 所以家里人 都不相信佛了 这个时候 才来临时 报福局 家里人 就找到我们 那个地方好像是 华福 佛教会 刚刚成立 没多久 那时候 我还是他们的会长 就找到这个佛教会来了 佛教会有个同修 很热心 就去看他 看他以后 病实在很重 就劝他 求生进度 这个世界这么苦 有什么好留念的 周广大一听 很有道理 他就答应了 那他一句 告诉他的这个太太 家人的时候 你们不要求了 你们念佛 念佛帮助我 求人进度 要求全家人帮助他 我们这个 学佛会里面 也派了几个人 去给他祝念 祝念的时候 他就告诉大家 他不痛 本来那个病很痛 他一念佛的时候 就不痛了 所以很高兴 就跟着大家 三天就往生 往生的时候 有个预想非常好 这个就是正名 一生没有接触佛法了 当然 过去生中修过佛 要不然临终 一劝他念佛 他就接受 就那么欢喜 不太可能 那一般人的时候 没有这个善根 他怀疑 他就不接受 这个一天就接受 而且就不愿意再 再去找一层治疗 自动放弃治疗 一心求真减度 所以也是三天 那个弥陀经上 入一日 入二日 入三日 这就证明了 所以这都是 我们亲自看到的 这个例子 下面一个问题 就是放生死 需不需要为这些动物 皈依三宝 需要 不但要给他皈依 受三皈依 同时还要劝套他们 念佛求生见度 第六个问题 就是请问 为患病者诸念 若于下午时间 需不需要烧香供水果 都不需要 人在这个生病的时候 这个房间里面 要是烧香的话 会对空气污染 对他身体不好 所以你最好花都不要 那个花粉味道 也是有刺激性的 都不需要 水果都不需要 供水就好 供水念佛 大家念佛了 叫他跟着念 祝念就是提醒他 让他跟着念 这个比什么都好 如果没有人 这个没有人帮他念的时候 用念佛机带他念 也是好事情 如果这个病房 是很多人在一起 不是单独病房的 用念佛机 用耳机 你就不会干扰别人 干扰别人 有的时候 人家不愿意 就提出抗议也不好 所以是用耳机 放在耳朵里面的时候 他自己能听到 别人听不到 这个都是很适当的方法 第七个问题 就是请问侯卫 无头香 我没听说过 不知道 哪个地方有无头香 你找来给我看一看 什么叫无头香 我不懂 第八个问题 弟子的儿子从小 学小提琴 至今已经有六年了 第一个 学习一堂课 要一百八十块 这是否会 这孩子的福报 这个不一定 如果他对这个有天才 有兴趣 好好的培养他 这是学费 这是交学费 第二呢 蔡老师曾经说 中国古典音乐 使人心贫气火 西洋音乐 则半音多 会推动情绪起伏 请问这样会影响孩子 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吗 会影响 这是真理不是假的 如果真理想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东方西方的音乐都要放下 为什么呢 西方音乐是能叫人烦躁 东方音乐也要动人的感情 通通通要放下 念佛就好了吧 第九个问题 在国内有些地方出售老法司 奖金光铁价格比我们自己科路的成本还低 说弟子 想用大众委托我流通发宝的资金 向这些地方购买光铁借源流通 请问这样做如法吗 你不问这个问题呢 我不知道 你问这个问题 他科路的 有没有向政府 得到政府的允许 是不是有纳税 如果是没有政府 给的这个好像批文执照 又没有纳税 那这个就是犯法 不犯我的法 而是犯国家的法 我们的东西没有版权 所以不犯法 所以这个这一点我们要注意到 佛教徒最重要的 受罚 这比什么都重要 下面第十个问题 弟子今年结婚 结婚前半年经常梦到 一个女子 化解出去 这个事情麻烦了 大概那个女鬼啊 是你先生 你前身的债主 可能这个 这个冤仇很深 他不肯放过她 那么你一定要坚持 要化解 一定要跟她交流 要劝导她 冤冤相报 彼此都痛苦 你今天报仿 那你今天报复她 她不甘心 她来生又报复你 对后病 不如啊 给她谈条件 超度这个女鬼 鬼道也很苦啊 为什么不念佛 求生净土呢 到西方世界 到西方世界去做菩萨 做佛去的话 只要劝她放下 多劝劝她 我相信她会接受 那么如果实施 她也愿意消灾 给她念地上净 她也愿意求生净土呢 给她念弥陀金 念无量寿金都可以 跟她谈条件 我念一百步 你满不满意 不满意 两百步行不行 三百步行不行 谈条件 谈到她满意接受了 你就天天念 给她回家 我相信她会接受你 底下一个问题 它是第一次知道 生死 大死 想辞退工作 专心营修学 但在单位里 负责的是全部工作 请问老法师 第一次应如何选择 这个要看你的年龄 看你的体力 你年龄还轻 还有体力 可以先做好你的工作 那么到退休年龄的时候 你再好好地退休 退休下来之后 专心学佛 在没有退休 在没有退休之前 可以在工作之余 送经念佛就好 第十二个问题 就是直子吸毒 用各种方法都戒不掉 弟子把他带到家里 学习弟子归 改音频 每一天礼服一百万 之后 他的毒瘾减轻了 两个月回去上班 至今已有两年未曾吸毒 请问像这样感人的四例 应如何宣传 你可以把他的四集写成文字 那么在我们的网络上 可以给你传播 这是一个很好的范例 可以帮助很多戏毒青少年 来借这个戒毒 那么现在我们知道 这个社会上有许多戒毒的机构 帮助了青少年回头 这是个很好的例子 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弟子很想用功学习 但宗旧的障碍重重 原因是工作没有住落 感情不稳定 每一天还要面对深层的现实问题 请问老法师度 我早日走出泥土 问题就是你肯不肯接受 你要肯接受啊 这是佛门广大了 确实是有办法帮自己 但是 佛门广大 不睹无缘之人 什么叫无缘呢 你不相信 你不能接受 就是无缘 那能接受告诉你 你把这个放下不就没有问题了吗 你后必要执着呢 后必把这些事情放在心上 能够一切放下了 你心就定 定生会 智慧才能解决问题 所以做人的根本 学地质规 那地质规是根本的建立 那先把人做好 然后再说福 那是中国传统 自古以来传统 这个教学的三个根 儒师道三个根 儒家的根 儒师集成中国 五千年传统的教学 那么他的根 就是家庭教育 所以中国 这个在全世界 是他的特色 就是家庭 中国人 中国人重视家庭 没有不爱家 家扩大 才是国 最是 其家之国 平天家 每一个家 每一个姓氏 都有祠堂 这在外国没有的 永远纪念族行 那么家有家扑 你代代相传 它有个根 而且家扑 多半家扑里面 都有家序 家教 家规 都有这些 弟子规 是中国可以说是 各个家 这个家教里面的 集大臣 也就是 做人 基本 必须要做到这些 这是做人的基本 你不学这个真的 就是不愿意做人 我说的话不过分 一定要 那你要想学佛 就更要求 为什么 人都做不好了 你还能成得了佛吗 哪有这个道理 所以最重要的 不可以自己欺骗自己 自欺欺人 这种思想行为 没有不得三国道 他不想做人 他就得到三国道去了 想做人 他不会到三国道 所以 弟子规 做好了 不会到三国道 不学佛 也不会到三国道 他来生 肯定 还有到人道 修得好呢 弟子规 修得好 可以生欲 接听 可以生天 这个是一定的道理 我们应当要相信 所以 这个同学的问题 学弟子规 你就做出来了 你的问题就解决了 下面是网络同修 网络同修的提问 有十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请问 因如何培养慈悲心 弟子不想轮回 很想脱离 这个痛苦的身体 到极乐世界去 但觉得成佛后 要度众生很麻烦 虽然很喜欢念佛 听经 听你讲经 但 发不了 大慈悲心 请问 怎么样修修 没关系 你说小臣就可以了 不要说大臣 大臣要度众生 小臣自度就行 不度众生 那么修小臣 也可以往生 结露世界 把度众生 这个愿 暂时放下 一心念佛 这一生能生 很好 不能生 跟阿弥陀佛 结了个善愿 独善其身 也不会多三五道 总而言之 首先呢 一定要把 弟子归跟感应片 实善业道 这个基础 要学好 至于发心的事情呢 再说 你真的把这三样 都修好之后 可能呢 你这个慈悲心就发出来了 为什么呢 慈悲心是你的本性 你本来有的 现在发不出 是你的烦恼 习气太重了 把它障碍住了 挡住了 它偷不出来 障碍除掉之后 它自然就出来了 因为说 那是你的真心 那个不是我心 这个度众生 你要晓得 菩萨度众生 这一桩事情 那么最近 我们正好讲到 华严经 大用无方 你好好的来听这一堂课 你就明白 菩萨度众心 度众生 有没有烦恼 有没有麻烦呢 一点都没有 为什么一点都没有呢 他度众生 是度而无度 无度而度 如果有一点点麻烦呢 菩萨不敢的 真的不是假的 又麻烦是众生 菩萨哪里会有麻烦呢 菩萨 我像 人像 众生像 都断掉了 那哪里有麻烦呢 你有麻烦 你能够 我像 人像 众生像 统统没有断 所以才有麻烦 第二个问题 弟子认识一位 三十多岁的女众 与一般人不同的是 她不信任何法门 但从小就有一位师父 看护着她 在睡梦中交流 这位师父 我们肉眼看不到 与我们的空间维持不相同 但是每一次这位女众犯错误的时候 她的师父就会严厉 严加惩罚 例如她曾经耳聋 下眼 也做过哑巴 虽然她师父 不让她告诉别人 但因为 我和她的 因缘特殊 所以知道这些事情 请问她的师父是佛菩萨吗 不是佛菩萨 佛菩萨不会这样做弄人 佛菩萨不会有这种心 心态 这个要知道 这个要知道 佛菩萨 一定叫她从弟子规 感应天十三一道去做 这个我们要知道 第三 弟子规中 亲由过 见识根 过不归 道两窥等经文 与真正修道人 不经世间过 两者之间 如何理解 一个是从四上说 一个从理上说 那么一个是 在促修阶段说 一个是功夫成就 说的 不一样 功夫成就的时候 我们不要说大成就 小成就 阿罗汉的成就 执着没有了 诸位想想 执着没有了 你还见别人过吗 见别人过是执着 所以阿罗汉不见世间过 菩萨呢 菩萨也不见 菩萨没有分别 你见别人过 你一定有分别 佛不见 为什么呢 见别人过一定有妄想 佛没有妄想 所以你就晓得 佛 菩萨 阿罗汉 不见世间过 那你就懂得了 这个这个弟子规里面说 都是凡夫 我们妄想分别执着 一样也没断 父母也没断 我也没断 所以见到他这个过世的时候 要劝到他 要归劝他 这是应该的 照弟子归上去做去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谭经上这个太高了 等到你震到阿罗汉的时候 自然然就是这样 可是阿罗汉菩萨 要到人间来的时候 看到人又过 他还是归劝的 他那个就是劝而无劝 无劝而劝 事实上有句有劝里面 心里面干干净净 一成不然 第四个问题 老法师说 现在传授三滩大戒 大多数只有行事 并说 可以自行在佛前授菩萨戒 不必在乎别人 承认不承认 只要佛菩萨承认就行 请问真正一修行人 是否可以超越凡俗 不必随俗而自行在 佛菩萨明年授杰 这个授杰是个规矩 是个仪式 是对佛菩萨教诲的尊重 也是对自己的尊重 这个不能废弃 如果废弃了 这佛教形象就没有了 形象没有 对世间 对众生非常不利 为什么众生没有典范 没有规矩 这是一定要遵守的 那么至于这个建律 在佛菩萨面前 自己是这个受持 偶叶大四是根据 《地藏三经》里面的一种 战查善我业报警 这个里面讲得很清楚 你修战查行法 战查行法修圆满了 它有伦相 就像战谱一样 扑挂一样 用伦相 这个伦相说 证明你自己身心清净 你受这个结局 得结了 要用这个规矩去做 这个都是佛陀 对末法时期 这些业障深重众生 真叫做大开方便之门 给我们这种方法 在这个时期的人 我们还是能够得结 所以出家人受留戒是行事 自己真正得戒 修战查行法 那你就可以真正能得及 第五个问题 他弟子是楼房设计师 盖楼者不按图施工 偷工减料 单位领导让我在图纸上签字 弟子明知施工者 确实偷工减料 但为了佳基 迫于无奈 不得不签字 每一天回家忏悔的 请问如何 解决困境 这个每天忏悔 忏不掉的 为什么呢 忏了又干 干了再忏 这个东西忏不掉的 应该怎样忏悔呢 后步再走 你可以改行 不要再干这个行业 所以这个对他当然是个困难 是个困难 可是你要真正晓得 要付英国责任 如果你真正 懂得英国 相信英国 那你就晓得 你命里有的 总是有 命里无事 你求不来 无论从事哪个行业 你能够赚钱 是你命里有的 无论从事哪个行业 都能赚钱 令你没有的 搞什么行业都行 这个道理要懂 尤其是知道 改过自信 得三宝加持 得这个鬼神尊敬 鬼神这个事情真有 我今天早晨 接到这个 印尼那边同修 打个电话来 也是父神 天神父神 他问的是哪个天 他说第七层天 天神父神 找修行的场所 看中印尼一个山头 从那个地方好修行 希望在那个地方 问我怎么办 我说你在那个地方 给他立派为 那地方是一个念法堂 在念法堂念台 这个共派会 请他一起共修 还有许许多的鬼神 还有出神 我说可以照一般道场的规矩一样 邀请他们通通一起来参加共修 那么这些鬼神 那么这些鬼神都变成道场的 护法神 第六个问题 他说母亲曾经习惯念观音圣号 请问往生苏念时 应该念阿弥陀佛还是念观音圣号 他观音菩萨念成习惯了 要顺从他 不要改变 改变他 一生烦恼就去不了 他对这个一生修行的功德就破坏了 就继续念观音菩萨 回向求生净土 这个是无量寿经上说得很清楚的 下面一个问题 因为先生不信佛 为避免抵触 只好在孩子的居舍里 供 这个卧房里面 供佛像读经 弟子晚上才做晚阔去拜佛 而儿子受我的影响也幸福 并习惯在零睡前 听我读阿弥陀金 但老法斯曾说 若房间里面有人睡觉 读经对睡的人不好 请问我这种状况又该如何 你这个状况是不得已的情形之下 可以通融的 如果你家里房子很多的 你应该另外有个亲近房间做佛堂 如果没有那么大的场地 那你这个房间很小了 没有第二个房间的话 可以在房间里面 试一个小佛堪 或者像柜子里头拿一层供佛 不念佛的时候关起来 念佛的时候打开 这样就很好 第八个问题 小孩一个人睡 若把西方三圣的小卡片贴在他的床头 他觉得这样有安全感 是否可以 可以的 小孩进他 让他尽量的多看佛菩萨形象 第九个问题 弟子是一个平面设计师 前段时间 与他人后桌 设计一个网站的首页图片 网站内容 在由他人制作 但后来 这些人 未能接受我的建议 在这些图片上 家聊 版权所有 请问这样弟子 是否认不免有罪过 但应如何忏悔 你这个设计的图片 我没有看到内容是什么 这要看内容 如果内容不是佛法 那就无所谓 内容是佛法呢 那你虽然是做得再好 你把佛法限制流通了 你把佛法当作自己的货品来卖了 这个经上讲 有戒律是接近是这样 批判如来 你在那个地方 贩卖三宝 你是一种商业行为 三宝可不可以贩卖呢 可以 我有本权可以 有本权我专利 别人不可以卖 只有我可以卖 那个问题就严重了 那就严重了 所以一定要用恭敬心去做 要常常有利他的一个念头 利他才是真真自利 佛报就大了 要说图这一点小利 你这一生当中 你所得到的这个利益 都是你命里有的 命里没有的 你一样得不到 那么这个佛报得完之后 你后来是深深适适 贫穷下进 苦不堪言 这道理不可以不知道 眼前图这些小便宜 我们讲经时常说 落中有苦 你能够忍受的是 苦中有落 不可以不晓得 所以决定不可以做亏信自己 决定不能欺骗别人 更不可以欺骗佛法 障碍别人学佛的缘分 这个故事都非常重 下面 有印尼同学一个提问 印尼地区五六十岁的华人 会读会写华文 但年轻一代 大部分都不会 在这种情况之下 要用华语 介绍念佛法文是非常困难 而在这里 小陈的僧团 一般上都是用印尼文 很容易帮助本地人了解 他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 弟子如卸助小陈宣扬基本佛法 以便初学能吸收正确法文 这样做 是不是离开了专修的本质 这个可以做 先借用 先让大家了解 只要听到佛法 见到佛像 所谓一立而根 永为道主 他这一生不成就 他跟佛结了缘 将来 这个缘成熟呢 他一定会入佛本 所以这是好事情 第二 如果翻译老法师的光碟 又怕翻译的不好 有错误 要复英国 恳请 似乎开始 这个翻译 没问题 你懂得多少 你就翻多少 不懂得的时候 可以不翻 或者是不懂得的人 多请教别人 因你懂华文的 学佛的人也不少 请别人帮助 你修 翻完之后 请别人给你修改 甚至于多请几个人 你回来比较 哪一个人讲得比较顺 哪个人讲得比较容易懂 你就采取 这些都是方法 应当常常向别人请教 你就不会有过失了 好 现在时间刚刚好 这些问题都解答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